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主持人 大家看到我周围 在歌在舞的热闹场景 相信已经感受到 现场浓厚的年味了 我现在就在江西龙南的 特色民居客家围屋里 逢年过节呢 当地的客家人 都会到围屋当中 共庆佳节 那在江西龙南呢 有370多座客家围屋 我现在就在 其中一座围屋当中的戏台前 当地的客家人呢 正在唱着客家商歌 表达客家人的民风民俗 还有融入了彩茶戏元素的 歌舞表演 展示客家人的勤劳善良 和喜迎美好新生活的 生动场景 但在客家围屋里过大年啊 除了可以看到热闹的 歌舞表演 还可以看到一项传统手工 就是我旁边这个客家织带 它是绑在额头扎头巾用的 织带的带子呢 也象征着带带相传 客家人也将织带啊 寓意为日后的生活 吉祥如意 兴旺发达 那像我们旁边这些客家乡亲们 织的每一条织带 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 数条彩线 一端在手 一端固定 随着竹针穿插其间 一条彩色的锦带 就这样形成了 那再加上每条织带上 都藏着不同的祝福词语 比如有幸福美满 吉星高涨 所以也被不少的朋友称之为 是中国式浪漫 客家人用这样含蓄 却有温暖的方式 在新春佳节 向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 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那在客家围屋里过大年 肯定也少不了美食 大家看这一桌子的美食 是不是非常诱人啊 这其中最有特点的呀 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烫皮 它是客家人招待宾客必备的美食 烫皮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多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制作方式啊 非常的丰富 也因其制作方式的不同 烫皮的口感外形也不相同 蒸炸炒煮各有特色 那每到秋冬时节 当地的客家人都会磨饼浆 自制烫皮 那最后再加上芝麻 辣椒大蒜等调料 那刚出锅的烫皮呢 卷起来像肠粉 吃起来呢又像响铃 再配上各种的调料 既可以当早餐也可以当夜宵 那刚刚当地的客家人啊 也告诉我 不论你在哪里 只要吃上一口烫皮 你就可以找到故乡 那在维屋里 还有一道不得不提的美食 就是旁边这个灰水板 做灰水板 首先要从山上砍回一种 名叫黄板柴的灌木 晒干后烧成灰 再用开水将灰呢化掉 锅里出来的清水就叫做灰水板 那灰水板呢 大多呈圆形或者长条形 吃起来呢口感柔韧爽口 又有一股草木的清香 那这可以说是一种舌尖上 独特的一种黏味 那当地的客家人也常说 吃了灰水板 人生没有卡 最后呢也借此 祝大家在兔年里 一帆风顺 皆得所愿 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的 谢谢佳音 从江西龙南 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我们刚才感受了 特色围污过大年 接下来呢 我们把视线转向江苏丽阳 在丽阳的天目湖畔 精彩的飞翼展眼和特色美食 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 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那此时此刻 我就是来到了江苏丽阳 天目湖畔的山水园 话不多说 看看我背后 现在咱们的中藩表演 已经是火热登场了 那丽阳呢 有山有水风景非常的好 正月初三 很多人都携心带游 来到这里游山玩水 当地也是准备了一系列 非常丰富多彩的 飞翼文化演出 中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头戏 看看我们的现场 十几名杂技演员 现场不断变换着自己的造型 他们用自己的头 肩膀 手臂 甚至是脚背 把这五米多的大中藩 可以说是耍得虎虎声威 那中藩已经是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也是咱们国家重要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天这样的一个现场的表演 对于他们来说难度可大了 那在他们表演的同时 我也是借到了一只中藩 非常有幸给大家 做一个现场的展示 那中藩呢 手上的这一只 它大概是有五米多高 是由咱们的这样的一个杆 棋面和散盖来组成 大家平时看杂技 可没有这么一个机会 近距离地接触中藩 那我拎一下它 其实我感觉啊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 大概是有大概十斤 八斤左右 但是别看它 没有想象的那么重 但其实整个演出是非常难的 我们可以看看 咱们的中藩员在户外 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中藩 需要在空中 稳稳地抛出 又稳稳地接住 而且现场还是有一定风的 都说树大招风 这么大的一个中藩 在现场想要把它 稳稳地抛接 难度非常的大 这也是咱们 中国杂技的硬功夫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演出 还在进行当中 现场也有很多的游客 可以说吸引他们 慕名而来 那除了现场 我们能看到 这样精彩的中藩表演之外 这样的一个灯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丽阳 它其实是地处 江苏 浙嘉 安徽 三省的交界之处 周边很多的老百姓 在春节的时候 都有赏完鱼灯的 这样的一个习俗 待会儿在咱们 这样的一个现场 会有吸鱼灯的飞鱼展演 那我现在手上 就拿到了 这样的一盏小小的鱼灯 大家看到吗 这样的一个鱼灯 其实是举起来的 而不是拎在手上的 大家想一想 到了晚上 我们举着这样的一盏 发着光的鱼灯 是不是就像大鱼 漂浮在我们的身边 非常的浪漫 而且大家发现了吗 这样的一盏鱼灯 它其实是由头 身子和尾巴四个部分组成的 当我轻轻转动它的时候 我们的鱼灯 还能摇曳起来 就像有了生命一样 活灵活现 它身上的鱼鳞 鱼头 头上还扎着这样的一些 小的荷花 非常的漂亮 那这也是 大家对于年年有鱼 这样的一个美好 寓意的期待 其实在咱们丽阳当地 过年的时候 老百姓对鱼 一定是有一种 深深的执念 不仅大家要说 年年有鱼 这样的吉祥话 在春联 在咱们的福字当中 要体现年年有鱼的元素 大家每年 每到过年的时候 每家每户 一定是要准备 天母湖 砂锅鱼头 这样的一道硬菜 但是您知道 这个砂锅鱼头 该怎么做吗 来到丽阳 都想尝一下 这样的美味 今天在景区的周围 我们能看到 很多这样的小小的摊点 他们会现场烹制 这样的鱼头 而且免费的 向市民们发放 做天母湖的 砂锅大鱼头 一定得用本地的 这样的胖头鱼 您看看 这样的一个大鱼头 它将近是有四到五斤 那么经过 简单的煎炸之后 我们再放上 这样的葱 姜 蒜 和胡椒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 一定是要用 咱们的大砂锅 纹火 喂上三个小时以上 我们打开看一看 现在的这样的一碗汤 哎呀 已经是热气腾腾的了 这个汤到时候 就会变成奶白色 而且鱼肉 非常的细腻 我们请工作员 跟我们尝一碗 好不好 来 现场来咬上 这样的一碗 热气腾腾的鱼汤 奶白的汤体 而且啊 味道非常的干纯 我来稍微尝一口啊 好香啊 回味无穷 而且他们跟我说 这样的鱼汤 一定要趁热吃 这几天 咱们江苏正好也降温了 如果走出家门 来到现场游玩的时候 再尝一尝 这样的一碗热腾腾的鱼汤 感受到了新年的气息 也是新春的滋味 那接下来 我们也把这一碗鱼汤 美好的寓意 送给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祝大家年年有余 在江苏丽阳啊 人们无礼于灯来期盼好运 而在福建的莆田 闹新春 也有一项与灯有关的民宿活动 就是国家级飞夷 莆田九里灯舞 除了灯舞表演的当地的莆仙戏 也有着千年的历史 那今天是大年初三 年味正浓 我们就去那里看一看 我现在就在位于莆田市 寒江区白塘镇的白塘湖岸边 今天在这里将会上演 一系列的闹春活动 我们先来看一看水上呀 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中 湖面上的三艘花船上 正在进行展演的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蒲仙戏 蒲仙戏呢 有着千年的历史 用莆田当地方演演唱 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每年春节 这些蒲仙戏演员 都会下到基层演出 怎么样比起这种传统的戏台 这水上的花船 是不是更有一番韵味呢 那水上鱼音缭绕 岸上已经是一片欢腾了 在我身后正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一只马队 我们可以看到 当地十多岁的孩童 这身着传统的戏服 坐在马背上 这个巡游路线呢 会按照传统的路线 热热捞捞地走过 白糖湖的岸边 当地人管这项民俗 叫做踏马银春 这剧情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是寄托着当地人 对幸福生活 幸福安康的美好祝愿了 那在马队后面中 紧接着是一只 挑着盘单的队伍 每年春节呀 莆田当地都会举行 挑盘单的民俗活动 这个盘单是由十个盘子 由大到小 垒成这种塔状 寓意着是十全十美 那在单子上面呢 会放一根甘蔗 寓意着是结结糕 而每个盘子里面 都会装着像花生 橘子 线面以及各式各样的美食 当地人希望以此来表达 对五股丰登 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了 看看我的前方正在进行的呢 是另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莆田九里灯舞的展示 这个灯呀 是用包括像蛟龙 熬 鲫鱼 鲤鱼 鲁鱼 鲸鱼 花鱼 还有龙珠 各式各样形状组成的 当地人呢是希望通过这种 鱼的上下翻腾 来达到鲤鱼 鱼龙门的美好愿景了 那其实呀 这个九里灯的这个灯呢 是有十几斤重 一点五米长 但是却能在表演者手中 自由自在地上下穿梭 悠悠悠悠 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所以每年的春节 元宵等传统佳节 福田的活动现场 都少不了九里灯舞的 现场助兴了 看完了热闹的民宿表演 我们再来看一下 蒲天人当地在春节 都会做些什么呢 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百花燕 它就是当地人采摘 最应景的百种鲜花 百盘而成 这百花燕呢 就象征着百花齐放 浮满人间 那除了百盘 蒲天人当地又吃些啥呢 我们来看呀 在这边 蒲天当地人正在进行制作的 就是每年春节 家家户户都必须准备的 福田红团了 这个红团呢 是用红色的糯米皮 裹上甜甜的馅儿 然后呢 再刻上这样一个 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 寓意这是 红红火火 团团圆圆 如果说这个小红团 你还看不过瘾 那就看一下我身边的 这个大红团吧 这个超大红团 直径是有88公分 上面是用五苦杂粮 拼成了一个大大的福寺 寓意着在我们福建 这个有福之地 赏大红团 过福气年 沾大福气 最后我也把这份 象征着红红火火 团团圆圆的福气 送给电视剂前的您 祝您在兔年 福兔城乡 福满乾坤 那看过了莆田的九里灯舞和百花宴 我们再去福建的福州 来感受一下那里的年味 这两天在福建福州 敏厚县的敏月水镇 醒尸 提线木偶等特色民俗和飞衣表演 为游客带来了喜庆热闹的春节体验 在敏月水镇的古街上 一排排大红灯笼 将这里点缀的喜庆亮丽 在飞衣民俗展区 提线木偶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 栩栩如生 武士队员将狮子的喜怒动静 演绎得唯妙唯笑 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 很精彩 自己对这些还是挺陌生 挺少见的 觉得还是要多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在水镇的新春庙会上 变脸等民俗表演 为游客献上了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 沿路的美食小车上 鱼丸 肉燕 海力饼 热气腾腾的当地小吃 让游客大饱眼福的同时 还能尽享丰富美食 我们一家子过来很好 非常开心 每年都要过来玩它几次 据了解 敏月水镇的沟火演出等系列新春活动 将持续到正月十五 在春节期间 澳门的大街小巷也是张灯节彩 锣鼓喧天 各种丰富的活动接连上演 精彩分称 大年初二 在澳门市仪景点 马格庙前的广场上 锣鼓喧天 精彩的舞龙和舞师高装表演 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高兴地触摸金龙和醒师 迎接新年好运来 舞龙和舞师就每一年 或者在春节里面 都是带给人家欢乐和吉祥的 因为龙和丝是代表我们中国人 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它是影响了很深远的 因为凡是有喜庆的地方 都是有舞龙和舞师的 透过这些活动 也都能够让到来澳门的游客 我们澳门的市民都是大家热闹起上来 一个很开心的春节气氛里面 大家都开心 祝愿大家都是身体健康 国泰民安 春节期间 多个粤港澳大温区城市的艺术团体 也受邀来到澳门演出 为澳门增添了更加多元喜庆的年味 我们这次带来了赵庆的原创作品 《星湖翠柳》 还有《汉堂》 包括《川剧变脸》 以及歌曲《代创好明天》 我们也希望赵庆和澳门 进行一个文化交流的同时 为澳门的春节增添一个节日氛围 非常之有气氛 然后就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都身体健康 国泰民安 经济稳步向上 我们来看更多 中国新年 它是一个美丽的日子 有很多节目 新鲜舞丝 还有猫舞丝 全部都非常美丽 和新鲜舞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看到澳门的舞龙舞师 可以说热闹精彩 而香港的金龙巡游 也是同样的年味十足 昨天香港深水步深水情 深联星2023金龙巡游贺心碎的活动 为香港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氛 活动现场随着震天的锣鼓声响起 三头省尸及两条金龙 在十多人的舞动下 时而威武勇猛 时而嬉戏欢乐 热闹不已 今年主办方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营造浓浓的节日气氛 从大年初二到初四 会一连三天举行包括金龙巡游 歌唱表演 许愿祈福等多项活动 舞龙是我们中国传统 带给大家开心身体健康 我想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 祝愿大家突然快乐 身体健康 和家幸福 春节期间 白天的活动可以说丰富多彩 而到了晚上 各地的夜间表演也是精彩分成 在广东 浙江 江西等地 当地举行了烟火表演 让节日的氛围更加浓厚 在广东珠海 烟花点亮了豪江夜空 为诸澳两地居民 送上新春的祝福 金光闪闪的烟花 千变万花 美丽多姿 吸引了市民前来观赏 我们一家四口 刚好过来这边看 觉得很开心 幸福感直接拉满了 在浙江宁波 人们打铁花 舞火龙 放焰火 一组组一串串烟花 在空中绽放 璀璨夺目 人们从四面八方 聚集在一起 欢度佳节 祝福我们的祖国 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 祝福身边所有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红红火火 兔年大吉 在江西南昌 一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在空中变换着各种造型 不远处 璀璨的烟火点亮了夜空 在光影交织的时空里 人们的脸上 写满了幸福和喜悦 大家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着美丽的时刻 我期待了好久 这是一场很有年味 又充满着南昌特色的烟花表演 在新的一年 也祝福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城市 发展越来越好 在荆州某景区 主题烟火秀 点亮了夜空 凌空盛放的烟花 千姿百态 绚烂多彩 将节日氛围 烘托得更加喜庆 演员们线上的火把演出 也为游客送上了 别样的新春祝福 在宜昌当阳 逛灯展 看杂技 放荷灯等活动热闹上演 各式彩灯色彩斑斓 造型精美 宛如满天繁星 争奇斗艳 令人目不暇接 今天在看灯展的时候 看到一些神州飞船的灯主 让我感到非常自豪跟骄傲 衷心祝演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大年初三 新春的喜庆劲正足 走亲访友拜大年 闹的是家常 聊的是希望 新的一年 您有哪些新的愿望 又有哪些新的目标和打算 新春心愿 我们一起去听听 大家的心里话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 正在做一个叫 新春心愿的海财 那是刚买的糖葫芦吗 是啊 过年不就是要吃糖葫芦吗 吃了糖葫芦 来年才能甜甜蜜蜜的呀 2023年 又是 并不 attendant 周一班 新春心愿的 游州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很不容易 二三年对于我的关键词吧 就是希望自己能够高歌猛进吧 高歌猛进 对 就是就像兔子一样 一步一步地往前跳 然后可以快速地一点 变得更加成熟一点 我希望二三年呢 我可以作为一个合格的好父亲 好儿子 然后自己多多努力 希望我明年多多挣钱 我们的水镇越来越好 因为我们看 我是从16年我就在这干 我觉得我在这收获挺多的 因为最早就是我们都是出去打工 老人孩子都管不了 然后从这水镇开了以后呢 我在家收家带地的 孩子也能管 家你能照管 也挣着钱了 心里反正是挺乐 挺高兴的 然后生活也改变了 家里生活也改变了 也盖了新房了 公路也加宽了 小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节是全球华人的重要节日》 这两天在全球的很多地方都能够感受到春节的喜庆气氛 在加拿大景点尼亚加拉大瀑布以及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分别亮起了中国红 为中国春节增添喜庆的氛围 红色的灯光为尼亚加拉大瀑布披上了喜庆的红装 湍急的水流和升腾到空中的水雾都变成了红色 场面十分壮观 与此同时 加拿大多伦多的地标建筑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也亮起了中国红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尼亚加拉大瀑布和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已经连续多年 每年中国春节都会点亮中国红 送上节日祝福 在新春佳节之际 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披上了中国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晚标志 首次在这座高塔上亮相 让我们跟随着记者 一起走进这座电视塔 去了解一下此次灯光秀背后的故事 如今春节已经成为中国 传递给世界的一张传统文化迷片 习庆祥和地度过春节 一定少不了中国红 这几天 在俄罗斯莫斯科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就披上了中国红 并打出中俄双语祝福 来吸引兔年新春 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除了为俄罗斯主要电视台 电视频道和广播频道发射信号外 还是莫斯科的旅游热点打卡地之一 在电视塔的观景台上 可以俯瞰莫斯科全貌 电视塔的总工程师告诉记者 这是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首次为中国春节打造灯光秀 他期待中国游客的到来 新春佳节之际 很多身在海外的中企建设者 依然是坚守在岗位上 他们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 共庆兔年新春 同时向远在祖国的亲朋好友们 送出自己的祝福 除夕之夜 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上 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的塔身 也是打上了中国红 以及中文祝福标语 以此来向奋战在项目上的 中国建设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由中国企业成建的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 如今已进入到了建设的第五个年头 今年春节期间 项目上组织了不少文娱活动 让驻守海外的中国员工 也能感受到春节的欢乐 每逢新春佳节 考虑到大家的思乡之情 我们都会组织一系列的活动 让大家在异国他乡 也能开开心心地过大年 最初以为在埃及这边过春节 会感觉到很无聊 和寂寞 但是没想到我们CBD项目 还举办了特别多的活动 我都参与到其中 感觉大家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过年的气氛 一点都不输国内 今年的总台春晚 也给了项目员工们一个惊喜 因为他们发现 前天晚上还在新春招待会上 献唱的埃及同事 在除夕当天 竟然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今年春晚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们的埃及同事 夏之星也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并且演唱了《茉莉花》这首歌曲 我们看到后都在自己的工作群里 朋友圈里转发 我们自己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和自豪 本来我们以为春晚离我们比较遥远 但是现在我觉得春晚就在我们的身边 巴西巴拉纳瓜集装箱码头 是招商局港口在南美投资经营的 首个码头项目 今年春节 依然有很多中国员工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尽管不能在家过年 但是想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 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我觉得是值得的 在此我遥祝 祖国的亲人们新春大吉 愿大家平安吉祥 愿祖国繁荣昌盛 作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之一 在菲律宾旅宋岛中部 圣马赛利诺市 有一个中企成建 目前全菲律宾在建的 最大的光伏电站项目 春节期间 项目进入了抢工期的关键阶段 大部分中方员工都不能回国和家人团聚 他们的春节如何度过呢 一起来看一看 位于菲律宾圣马赛利诺市的 这个光伏电站项目 占地面积超过303公顷 建成后将成为菲律宾最大的光伏电站 每年将为菲律宾提供5.96亿度电 这个项目由中国电建总承包 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来自中国 出生于1988年的项目经理叶志江 是整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这个项目有16名中方管理人员 一名印度籍工程师及37名菲律宾工程师 项目累计雇佣当地员工达2700人次 给当地创造了不少工作岗位 我们这个项目建成后 在对当地来说能够极大的缓解 他们这边的用电紧缺的这个问题 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当地有充足的电量 可以有利于当地的这个发展 光伏电站项目预计在2023年5月 就要实现首批并网 目前项目进入了抢工期的关键阶段 周飞是和现场工人打交道最多的人 担任施工经理 主要负责施工和协调现场资源 这段时间他和中国工程师 带领着菲律宾工人 顶着烈日争分夺秒 19年开始吧 19年20年 差不多有第四年是没有过春节 兔年春节项目上组织中非员工 一起包饺子 挂灯笼 贴春帘 生活营地被装点一新 呈现出节日的气氛 我这一会儿变成饺子面片汤了 我这挂我看 一顿简单的团圆饭 未借了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受到疫情影响 这几年大部分员工的家人 都不在身边 叶志江说 他到项目上 也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期间也没有回国探望过家人 他希望家人都能平平安安的 其实我老婆 她还是有一些 还是有一些怨言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 我还是希望我老婆 能够理解我的这份工作 然后的话希望她能够照顾好家人和小孩 身体能够健健康康的 上个月周飞的父亲去世了 她没能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 我也很理解 我也很知道家里的想法 但是希望家里能够理解我们吧 我们肯定会 肯定会把 我不好设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心里还是有点 叶志江说 项目上大部分都是80后 90后 甚至还有00后 春节期间 大家在海外坚守 就是守一份初心 希望项目能如期完工 让阳光转变成电能 早日照亮这里的千家万户 对我们来说 一直坚守在海外 并不仅仅是对我们一个项目的意义 更多的对我们来说 也是中国技术能够走出去 也是作为当代青年 非常难得的一个发展 和挑战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们都觉得自己在海外 为这个项目平补 是非常有价值和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疫情过去之后 希望我们大家在海外医院 能够保持一颗 出心勇往直前 春节假期的前三天 全国群众出游热情高涨 各地的文化场馆旅游景区和街区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 文化和旅游需求大幅增长 文旅市场快速有序复苏 今年春节假期 以家庭为主要猪游群体的 亲子游 度假游 体验游热度高涨 各地博物馆 科技馆 都从单项参观 拓宽为沉浸体验 让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度过假期 在北京由中国科学科学技术传播中心 与中国科技馆联合举办的 预见未来主题展向公众开放 展览以预见未来为主题 以科技 文化 艺术 教育融合为策展理念 共有18个展项 将科学家与艺术家 对未来世界的科学畅想 与价值观念融会其中 每一年就是在春节时候 都会来科技馆 就是能够更好的去体验到 去感受到未来 既然是预见未来 那就是要首先体验到未来 感受到未来 触摸到未来 与科技体验一样 文化飞移活动 也在今年春节大受欢迎 各地将飞移活动 与沉浸式体验相融合 提高人们对飞移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在陕西延安 民间广泛流传的 转九曲民间活动 吸引许多游客 游客们跟着央歌队伍 扭起了欢快的舞步 同时还有打妖鼓 陕北说书等精彩的飞移演出 让游客在参与中欢乐过大年 非常的精彩 没想到我们能在这里 看到这么多 我们中国的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 让游客们也能更多地了解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明天全国各景区景点客流量 仍将维持高位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再次发出提示 各地需多方式多渠道的引导游客 预约错峰出行 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 在北京 新春游园是不少北京市民 在正月里必不可少的出游选择 今年北京的各大园区 也是亮点不断 热闹红火 正月里来逛地毯 已经成为了很多老北京人的习惯 虽然今年的地毯没有大规模的庙会 但是像这样的精彩的文化市集 还是如约而至 年味文创老字号小吃 在这个文化市集上 卖的是红红火火 作为双澳之城 北京在正月里边 自然少不了冰雪的主题 那在龙滩湖公园 您要想玩转冰雪 只需要一个 这两天 北京原播园也特别热闹 在这里 伴随着经营者的吆喝声 可以尝上一口传统小吃 也可以做个花灯 为自己和家人祈福 同时还有民俗杂耍 供游人观赏 有中藩那边还能写对联 特别好 也带着孩子感受一下 老北京的这种 春节的这种文化和气氛 新春佳节期间 江苏 无锡 南京等地的 各大景区也是开门迎客 市民们赏花灯 品美时看表演 欢声笑语 人流如之 无锡 惠山古镇景区 推出一系列新年文化活动 包括灯会 庙会 还有古琴 茶艺等 飞翼文化表演 让游客铁民俗 感受传统年味 现在两个小宝宝出来了以后 带他到古镇上一逛 还有这个飞翼皮影的表演 很开心 也算大开眼界了 无锡 蔫花湾景区 同样是一派热闹喜庆 在这里既有倪人 简直等飞翼产品展销 也有游客们参与度极高的 射箭 套圈等娱乐活动 据了解 春节期间 无锡全市49家景区 免费开放 地铁公交也可免费乘坐 在南京七峡山景区 古色古香的建筑上 挂满了火红的灯笼 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游客们品美食 赏花灯 感受传统文化 非常的热闹 非常有过年的气氛 景区也送给了我一张福 我也希望我的家人 能像这个礼物一样 福气满满 除了逛景区赏年俗 在春节期间 冰雪运动也成为了不少人的休闲娱乐好选择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大家对冰雪运动的热爱逐渐升温 今天是大年初三 在河北张家口的崇礼区 六座大型滑雪场也是迎来了不少游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按照咱们春节假期的习俗 除夕是首岁 初一是拜年 初二走亲访友 初三很多人就带着亲朋好友 一起到滑雪场上旅游过年了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这个现场 全是四面八方来的游客 虽然现在的室外温度 依然是零下二十多度 而且还伴随着这个大风 但是依然挡不住人们滑雪的这个热情 那么在我手指的方向的远处的山顶上 是这个坡度比较陡 难度比较大的这种高级雪道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滑雪的爱好者 从山顶上踩着雪板驰骋而下 那么体验这种滑雪弯道的灵活 和俯冲的速度 用矫健的身姿拥抱这个新春 刚刚我们也采访了几位这个游客 他们都是北京的游客 昨天晚上呢连夜赶到了雪场呢 为的就是完成初年第一次滑雪的这个愿望 相信很多的这个滑雪爱好者都是这么想的 而在我这个手指的方向不远处的这个坡度比较缓 然后难度比较小的这个初级雪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小朋友呢 正在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慢慢的尝试滑雪 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练习啊 他们也会成为这种滑雪运动的这个高手 应该说在这个春节假期 崇里的这个滑雪的市场呢是非常的火爆 其实呢现在这个滑雪教练呢是非常抢手的 早在一个星期以前 所有的滑雪教练这个雪场的滑雪教练呢 都已经被预定了 我所在的这家滑雪场有十多家酒店 的两千多间客房 在一个月以前呢就已经被预定完了 现在呢是一个满源的这个状态 那么有数捧显示啊 大年初三这一天 整个崇里区的六个滑雪场呢 大概能接待有三万人次的这种游客 那么除了此前经常来的 京津季地区的这个游客以外呢 还有很多游客呢都是从南方来到这里呢 在滑雪场上过大年 当然除了滑雪以外呢 在现场我们还听到了这种锣鼓声 这里呢正在进行这个舞龙舞狮的表演 同时还有张家口特色的这种滑汉船 大家滑雪滑烈了以后啊 还可以在这里呢 这个休息观看 那么在后冬奥时期啊 为了让大家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年味 从里呢可以说 把丰富多彩的这个春节民俗活动 以及激情澎湃的这个冬奥活动呢 结合起来 就比如说在冬奥会的举办地 这个云顶滑雪中心 就向游客开放了冬奥会比赛的 像泼灭障碍追逐 以及幽星槽等多条这个冬奥比赛的载道 可以让这个滑雪的发烧友啊挑战一下 在这个古洋树场馆啊 还举行了北方的这种冰雕 冰雪艺术的这种大型的展览 可以有冰灯看 而到了晚上的时候 在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呢 还有这个大型的灯光秀 可以说现场的五彩兵分呢 十分的好看 那相信这一系列生动多彩的这种活动啊 会伴随游客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春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槟城哈尔滨看一看 每年一到冬季 哈尔滨就迎来了旅游的旺季 在松花江哈尔滨段冰封的江面上 一座冰雪乐园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春节期间呢 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 前往松花江畔进行游玩 接下来跟随着记者的镜头 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冰天雪地的快乐 那说到冰雪的快乐 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园区当中 所有大朋友小朋友来到这里 都要体验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120米长的欢乐雪滑梯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游客们正在排着队 领着雪圈 等待去体验这个从江面上 飞驰而下的这种速度与激情 可能滑梯很多人都玩过 但是对于大家来说 120米长的又是雪的滑梯 很多朋友可能是没体验过 尤其是南方的朋友 那今天我们从镜头里 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这个滑梯呢 是从松花江的岸边 一直延伸到丰东的松花江面上 延伸长度120米 大家呢乘坐这个雪圈 短短的几十秒 就瞬间地滑下去 而且在江峰中 伴着这个雪花的飞舞 可以感受到这个冰面上的速度与激情 有的着急的朋友呢 可能就会直接自己坐着雪圈 先行滑下去了 但是不着急的朋友 大家更刺激的玩法是什么呢 在这里领着雪圈排队 坐好 干嘛呢 等着工作人员 看一下这个已经滑下去之后 在后面给一个助力 给大家给上一脚 这样的话 给它一个这个推力之后 滑下去的速度呢 会增加 增加可玩性 增加趣味性 而且也更加的刺激 这个雪圈排队滑下去的时候呢 先是缓慢地滑下 到中间段抖的时候呢 就速度就会增加 那个时候也是最爽的时候 然后滑到最下面的时候呢 又有一个减速带 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项目相对安全 所以说无论是大朋友 小朋友 来到这里 都要体验一下 哪怕您还怕 闭上眼睛 二十多秒就到 就滑下去了 那现在我们所在 这个园区当中啊 就是建立在 风洞的松花江上 工作人员告诉我 现在这个松花江的冰层呢 已经达到了 平均八九十厘米的厚度 所以说非常安全 那这里从开源以来呢 每天都有上万人次的 这个游客 来这里进行游玩和体验 除了我们看到 这个120米长的 欢乐雪滑梯 很受大家喜欢之外呢 在现场还有很多 比如说像冰上飘移 吉普舍 后面带着这种 充气的载人工具 很多游客呢 也会想体验一下 而且在冰上飘移啊 感受也是不同的 由于是在冰面上 所以说飘起来之后呢 更加的柔顺 更加的顺畅 而且也增加了速度 与激情的这种体验感 而且这个飘移时 溅起的雪花打在脸上 能让大家更好的体验 冰城哈尔滨的魅力 那其实这个园区当中 不仅有这么多 惊险刺激的 这个可以游玩的 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 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 这种孩子的抽冰杆 这个冰上自行车 还有冰爬里 这个园区呢 它就建立在这个 哈尔滨中央大街 防空纪念塔的 这个松花江 哈尔滨段的岸边 在这里呢 大家来到这里 就可以体验 整个在江面上 这种游玩的乐趣 而且啊 今天在这里 其实除了大家 可以游玩之外 还可以欣赏 这个雪雕的美景 在松花江南岸 他们打造了 800米长的 这个雪雕的景观带 大家可以在这个景观带 中欣赏到这种雪雕 与这个公园当中的 这种树木 与这个冰雪的融合 让大家能感受到 别样的这个雪雕的展示 那大家如果来到这里 无论是你想玩冰雪 还是上冰雪 在这儿您都可以感受到 冰雪之乐和冰雪之美 受到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 在春节期间 贵州西北部 海拔2500多米的 威宁雪山镇 气温降到了 十年来的最低 这里2.6万亩天然草场 被冰冻覆盖 11万头牛羊 不能够到牧场去吃草 如果电力线路 负冰继续加重的话 就会直接影响到 牛羊口料的加工 今天的新春走机层 记者跟随当地一群 披着羊毛毡的电力人 踏上了赶往冰山的 护电之路 清晨的贵州山区 气温已降到了 零下11摄氏度 路面结冰 阴雨湿滑 加装防滑链的车辆 走得比平时要缓慢得多 山路蜿蜒曲折 坡度越来越大 道路上的冰层越来越厚 电力熔冰车开始打滑 电力熔冰车终于动了 到达熔冰点 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了 现在这条线路的浮冰厚度 已经达到了40多毫米 以往我们是通过人工出冰 现在我们是通过交流 标记来熔冰 原来一天的工作量 现在就一个小时就能够完成 如果再不及时出冰的话 会影响到后面很多养殖户的用电 正在开展熔冰的这条线路 是雪山镇主要的电力通道 一百多养殖户 一万四千多头 有养口料的加工用电 全靠它 随着电流不断地增加 导线的温度也在不断上升 二十多分钟后 线路上的富冰开始脱落 熔冰工作刚刚完成 护电队员们又接到雪山镇 偏远山区养殖户的电话 赶去排查故障了 山上越来越冷 海拔越来越高 王谦他们赶紧披上了羊毛毡 我发现咱们这个服装很特别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民族的服饰 它的作用主要是保暖 满航 满潮 我们冬天的话干活一般都穿着 王谦说 由于他们常年在深山里 披着羊毛毡 为养殖户寻为宝殿 当地牧民都亲切地称他们为披粘战队 他们喜欢披羊毛毡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每次披上它 就能想到乡亲们的牛羊 他们一边走 一边监测陷入富冰情况 为了核查熔冰后输电线路的状况 他们正沿着干塔 赶往养殖户家 随着上山的路越来越陡 灌木丛越来越密 宁洞也越来越严重 路已经被压弯的枝条遮住 很多甚至比人还高 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 刚刚还晴空万里 这会儿又变得大物弥漫 现在根本找不到路 没有路 他们披荆斩棘 站不稳 他们手脚并用 外面是雪 里面是汗 到达养殖户杨丽刚家时 他们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刀闸故障排除后 养殖场里的机器 又发出欢快的轰鸣声 机器运转完全正常 每年我想把规模实际快大 多位的牛羊 多赚的钱 春节期间 这支17人的队伍 将继续坚守冰山 服务万家 像这样的坚守 已经有八个年头了 这些年通过养殖 乡亲们的生活提高了不少 我的新年愿望 就是希望他们在 我们的店里保障下 养殖业越库越大 赚更多的钱 在过去的这一年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不过是有人替我们 在负重前行 那过年了 我们依然忘不了那些 职守在战位上的官兵们 国不可一日无防 过年仍需整鸽待旦 春节期间 军人们仍然坚守在战位 为祖国守岁 为百姓守护安宁 春节期间 在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 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 在严寒条件下 组织战备值班分队 进行战备拉动演练 车载重击枪应用射击 自动步枪仰角射击 狙击步枪远距离射击 等五种火器实弹射击客户 全面检验官兵 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锤炼官兵战斗作风 作为一线战斗员 我们春节期间 坚决做好战备值班 常态法组织紧急出动演练 坚决守卫 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 住守在云南边境的南部战区 陆军某边防旅 针对防区点多 现场 面广等实际情况 精心部署战北执勤计划 增加部队巡逻频次 临时设置边境处突 边境风控等训练科目 提高边防一线巡逻分队的 管边控边能力 月是解假日 我们更要随时紧绷打仗这根弦 春节期间 我们迎各分队 人员 枪炮 弹药 集养 以做好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的战备状态 只要一声令下 就能迅及出动 颁复战场 这几天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 年味十足 一盘盘刚出锅的饺子 冒着蒸腾的热气 送到了各个站位 与此同时 应急分队紧急拉动 直跟执勤人员损管操演 防爆孔舰员就位 远离家人的航母官兵 用坚守书写忠诚 虽然今年没能和家人在一起过春节 但守护身后万千家庭团圆 是我应尽的职责 第一次在航母过年 新奇而又激动 在这里 我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陪伴 我们一起为全国人民守岁 我感到非常骄傲 驻守在半年大雪不见天 半年大雾不见地高山上的 中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官兵 节日的凌晨 依然坚守在战斗值班岗位上 严密监视空中目标 时刻守护祖国的空防安全 对我们来说 节日就是战备日 我们更是要绷紧战备前 时刻保持警惕 监视好 处置好每一批目标 每一批空情 我们常连驻守高山之巅 全天候担负战备值班任务 战备由我们 请人民放心 请祖国放心 当祖国沉浸在 万家团圆的喜庆氛围之中时 在距离祖国万里之外的非洲 中国第13匹 赴南苏丹维和医疗分队的队员们 依然坚守维和战位 一场模拟实战背景下的 蓝窥行动全要素综合救援演练 全面展开 春节期间 我们维和医疗分队全体队员 坚守战位 专门组织此次蓝窥行动 全要素综合演练 演练充分结合 住在国安全形势 进一步强化了分队 与中国工兵分队 和友邻外军的协同配合能力 祈福影响 浓浓的年味里 饱含着团圆收获的喜悦 慈旧迎新 节日的欢声笑语里 寄托着对于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 春节特别节目 千家万户中国年 稍后16点 新闻直播间 继续带您看新闻 一定会晨 time and see you 带签订阅 清闻 快点 新闻